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诸天记》 作者 庄碧凡 第三百四十集 林飞说 那即便再多 山河地理图也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啊 哎呀哎 这个嘛 哎呀 高人 你也知道 诸天万界 那生灭不休啊 这都千万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小世界 已经泯灭在世间的长河里了 你的意思是 你刚刚给那群家伙的 是已经毁灭的世界的山河地理图 哎 那可不一定啊 那谁知道呢 万一那个世界没毁灭呢 那我又没去过 哎 我也不知道啊 林飞看着笑得跟狐狸一样的流通 顿时无语 就算咱们手里的山河地理图再多 又有什么用啊 当年祖师爷走遍诸天万界 留下这么多的山河地理图 却偏偏没有留下我们龙骨界的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咱们摩金派何至于落到如今的地步 也不知道祖师爷到底是怎么想的 胡说 不准编排祖师爷 陈瑞撇了撇嘴 但在师父严厉的目光中 还是低声道 徒弟错了 请祖师爷误怪 柳通脸色这才好了一点 他缓声说 当年咱们祖师爷啊 可是龙骨界的七国国师呢 他怎么可能不绘制出龙骨界的山河地理图呢 这只是后来啊 我摩金派弟子不孝 将那宝贝遗失了而已 林飞听他们谈起山河地理图 心中一动 当即问道 你的意思是 你们的祖师爷绘制出了诸天万界的山河地理图 不敢说全部 但是也差不多了 那有赤岩界跟万妖界的山河地理图吗 没有啊 这两个小世界啊都太过于危险了 我们祖师爷都没去过 那红莲界或者白骨界呢 红莲界 对我们祖师爷而言也是太危险了 从未踏入过 不过我隐约的记得 他曾经好像是去过白骨界的 而且也曾留下过白骨界的山河地理图 林飞双目微亮 白骨界吗 流通这个时候 却又挠了那头 有些尴尬地说 但是那白骨界的山河地理图 早在几千年前就丢了 早先听说 好像是被青龙国得了去 现在具体落在哪啊 我也就不清楚了 林飞点头 心思活络了起来 那白骨界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小世界 对其他修士而言 可能连观光的价值都没有 但对于他而言 意义却不同了 因为当年老头为他留下的七大密库中的第六密库 就在白骨界内 而且在林飞的印象中 白骨界内好像有一块先天之金呢 白骨界内有白骨腰帝镇首 累累白骨倾覆数万里 几乎整个小世界都在白骨腰帝的控制之下 险恶弱异常 原本林飞想着 要到法相之后 才有机会踏入白骨界 但现在若是能够得到 数华真人绘制的白骨界 山河地理图 只怕结成金丹之后 便可以去试试了 青龙国嘛 林飞嘴角一勾 既然白骨界的山河地理图 在青龙国 那等他度过陈杰与新杰 步入金丹宗师之后 便去走一走吧 想到这里 林飞又问了流通几个小世界的地理图 可惜再也没有了线索 万年前 摩金派曾经发生劫难 几乎导致整个教派传承断绝 门内弟子活下来的 也不过寥寥几人 数华真人流传数万年的山河地理图 流失甚多 其中就包括林飞询问的这些 知道结果之后 林飞也并没有太过失望 若是能够得到白骨界的山河地理图 已经是意外之喜 苛求太多 反而泪心 林飞此行来摸金派 本来就是为了闭关 自然要寻一处安静的 无人打扰之地 这 安静的地方啊 真有这么一个 高人 您随我来 刘通眼睛转了转 他带着林飞 穿过两个山头 来到了一处 风景极佳的别院之中 院前 一汪清透的池水 有粉红的莲花 与碧翠的叶子 四周又有树叶眼影 看起来倒是个好地方 只不过刘通却没有停下 反而穿过这座院子 来到了一面山壁之下 相比较前院的景色清新 这里倒显得有几分清冷孤寂 刘通转动山壁前一个凸起 随着坑坑两道机关转动之声 眼前正面高达万刃的石壁 轰然中开 冷冽的狂风 从石壁内呼啸而出 如刀子一般袭来 林飞眸子一亮 这倒是个好地方 此乃我墨金派的劲地 千里冰封 酷寒逼人 已经有几百年没开启过了 也从未有弟子来过这 若是高人您不嫌弃 可以进入此处 此处甚好 林飞一笑 抬脚迈入其中 刘通又拦住他 一双手搓着 干笑道 高人 那那个化魂丹的解药 毒药一时半可不会发作 带我出来再说吧 啊 刘通话还没说完 林飞已经走进了山壁之内 很快消失在飞扬的雪花之后 刘通叹了口气 将山壁关上 然后细细感受 体内那所谓的毒药 却什么感觉也没有 师父你厉害啊 把高人关进了禁地 数万年的苦寒之气 可还有几个人能撑得住啊 陈瑞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来 笑嘻嘻地说 走走走 刘通拽着陈瑞的胳膊往外走 同时警告他 我觉得这小子不对劲啊 什么来历咱还没弄清呢 可千万别招惹他 你回去之后啊 从这全派上下 任何人不得靠近近地 谁吃饱了撑的跑这来啊 师父 您多虑了 林飞迈入山壁之内 放眼望去 平原从脚下 扑身至天际 自己似乎进入了一片 毫无边界的雪海 四下皆是茫茫一片 鹅毛般的雪花 速速落下 天地难解难分 寒风从身边呼吓而过 身处其中 世界仿佛刹那远去 天与地之间 除了自己 再无其他 空气之感油然而生 若心性不坚之人来到这里 很可能会触动心魔 阻碍道心 林飞并未走远 寒意淋漓 万物皆消的环境 对她而言 与外面花红柳绿的世界 并无不同 随意寻了一个地方 林飞盘膝坐下 开始运转真远 修炼自身 四处雪花飘落 却无一片能够靠近林飞 她双眸紧闭 周身见光异异 锋锐的光芒 几乎要穿透头顶苍穹 体内真缘不断流淌 古道渐起疏忽而至 因为沉洁的缘故 林飞修为吊得愈发厉害 已经维持不住养缘境界 日落之后 天目低垂 浓黑的叶色 替换了茫茫白雪 铺满天空 而弥漫在这片禁地中的寒意 欲发刺骨 林飞眉头轻轻一动 一片雪花 悠然飘落 落到了她眉心 而后化开一片清凉的水雾 她的心结 刹那之间 突破了争獰剑侠的封印 破开剑网 奔涌而出 一经爆发 再也压制不住 冷意 瞬间窜遍林飞的全身 一股从心底流泻而出的恐惧不安 随血液流遍了全身 而下一瞬间 林飞发现 自己周身的环境 疏忽变了 阴暗的天边 滚滚乌云重叠而至 天目清垂 仿佛承受不住 黑云的重量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写道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